为了营造安心幸福共融的幸福职场 唐氏劳工局每年都会举办幸福职场评选奖励活动 113年度的结果出炉 共36家的优质事业单位于评选后脱影而出 市府也特别举办颁奖典礼 由劳工局长林淑源亲自颁奖表扬 肯定优质的企业营造劳职共融幸福共同的合一职场 劳工局长亲自颁奖给德江厂商肯定优质企业 营造劳资共融幸福共同的合一职场 台中市劳工局每年都会举行幸福职场评选奖励活动 鼓励企业营造安心幸福共融的幸福职场 这天特别举办颁奖典礼 我们劳工局今年办理幸福职场奖励评选活动 我们的筹楼根就是劳资共融幸福共同 我们就是希望说劳资一起新手 打造友善健康共融和谐跟永续的一个职场环境 当然进而增进我们劳资的和谐 增进劳工的福祉 今年一共有149家企业单位 报名角逐新等奖创下历年新高 公开评选出五星奖四星奖三星奖各八家 总计24家优质企业单位得到星级肯定 其中美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因为累计获得两次五星奖 获得今年的幸福标杆奖 幸福职场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聆听员工的声音 当员工的声音有得到回馈的时候 他的满意度资产就会提高了 大家都说员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 那其实我们把员工的气氛 或者说他的身心健康平衡 能够兼顾到员工自己最重要的资产 就是身心健康这件事情就会顾好 那相同的对公司来讲 我最重要的资产也顾好了 所以我是以这样的理念 去营造我们的幸福职场 现场也展出各个得奖单位的优良事迹 希望借由举办幸福职场评选奖励活动 让事业单位相互观摩学习宣扬 营造各具特色的幸福劳动环境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报导